你敢相信吗 慢众瞩目的殷宗 生生不息嘉年华 在最新一期节目中 正式进入了禁忌阶段 众位歌手分成了男女两队进行PK 其中由恒红带领的女队 在节目开场 就用一首改编版鲜花 引发了全网争议 有人说这首歌原唱风神 改了哪里都是一种冒犯 也有人说 恒红的改编 用一种温柔的方式 展现了女性力量 再加上结几个的唱功确实在线 一时间各方言论 风拥而至 公说公有力 活说国有力 所以这本全新的鲜花 到底算不算好听呢 今年夏天月下的回归 给读到华为的英宗市场 带来了一点新鲜感 众多知名 广小众的乐队 都借着这一平台 把音乐节搬进了演播厅 其中摇滚乐队回春丹 就借着一场复活赛 唱火了自己 一首新歌鲜花的呈现 释放了主唱 也感动了观众 其中因为这首歌是 主唱刘希萌 写给自己一部朋友的 所以演唱途中 刘希萌情绪激动时 流出的那一滴泪 不仅将其升华至 神仙舞台的称号 更是被众位歌迷 称赛为风神般的存在 与此同时 这首歌也迅速 在网络爆红 按说这歌这么火 早就该有人翻唱了 但却因为 原唱舞台的霸道 而无人敢轻易尝试 直到最新一期 声声不息的播出 因为女歌将其演唱 主题并远了花 所以第一首大合唱歌曲 几人就改编了 鲜花这首歌 当作开场表演 但是不说 结几个的唱功是真的绝呢 黄晴生的《摇鬼烟嗓》 王心灵的《绝美低音》 在搭配上横红的《温柔女嗓》 跟稳定发挥的 谭维维 郁可维 这一波 女对获胜是没问题的 但是就呈现方式而言 除了黄猫的《摇鬼烟嗓》 跟这首歌本身更贴合之外 其他人的呈现 跟这首歌谷子里的东西 是十分割裂的 尤其是韩风一颂的部分 彩虹里的人 你们好吗 你那快乐吗 我期待的 还记得歌唱 躲在屋檐的人 你们害怕吗 还记得笑吗 还记得保持好奇的傻瓜 没听过原唱的人 或许会觉得治愈温暖 改编得很好 可是听过原唱的人就知道 这首歌就应该是摇滚 撕裂 发泄 甚至是有一点点低落的 倒没有绝对的谁对谁错 不过是大家都有先认为主的概念 只看哪个版本对你来说 更加触动内心了 视频最后 你也觉得 韩风小队的改编不好吗